也要提醒您留意了 这是有男大生呢 他在网路上分享自己接种第二剂莫德纳疫苗的经验 他说当时自己居然是罹患了心肌炎 痛到一天吞了八颗止痛药 结果也没有改善 甚至他还住进了家户病房 也幸好他的病症不算太严重 经过治疗之后已经没有大碍了 好对此国内医生也说了 其实心肌炎本来就好发于年轻人身上 注射mRNA疫苗的人 如果是有胸闷或是心脏痛 务必要提高警觉 国内各大疫苗厂牌就属莫德纳得来不易 但是竟然有人打了第二剂之后 出现心肌炎常见症状 一名男大学生表示自己明明没有任何的药物过敏 以及心脏问题 打完第一剂之后也没有副作用 但是碰上第二剂整个就不对劲 胸闷喘不过气心脏抽痛 通通来这些症状正好就是心肌炎的最明显的反应 男大生前前后后吞了八颗止痛药还是无效 医师直言心肌炎本身就好发于年轻人身上 其实接种mRNA疫苗都容易发生心肌炎 欧洲药管局分析 莫德纳2000万剂当中出现38例心胞炎 其中五人死亡同属mRNA疫苗的BNT施打1.77亿剂中 也出现了145例的心肌炎以及138例的心胞炎 反观台湾因为目前BNT及莫德纳才初步开放给年轻人施打 数量也不多 目前只有五人以内有心肌炎 民众其实只要把握黄金时间就可以大放心 其实打完疫苗要几天到几个礼拜 都有可能 一般来说心肌炎不会威胁生命 即使是疫苗引起的副作用 除了极少数的案例 绝大多数人都能康复 但民众还是得提高警觉 这台北纵报道